哈哈 昨天我看见大熊猫啦 那么过去的看见可以用C来表达吗 嘿嘿 当然不行啦 想知道怎么表达就和我一起来看看吧 Saw S A W Saw 在单词Saw中 字母组合AW 把AW的音连起来读就是 Saw S A Saw Saw是动词C的过去式 意思是看见 比如上周I saw a film 我看了场电影 回家的路上I saw a cat 我看见了一只猫 这些表示过去看了的事情 都要用过去式Saw来表达 不能用它的圆形C哦 如果你想说 看到了某人做某事 那么可以用Saw somebody do something来表达 比如I saw my mother cook the dinner 我看到妈妈做晚饭了 阿道 看到你在打扫床底下 我就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呀 那天收拾屋子的时候 I saw a soul under the bed 看见了看见 花小葵 你这是在说绕口令吗 哈哈 阿道 你有所不知啦 就知道阿道会被Saw刷得团团战了 那为什么这句话里会有两个Saw呢 其实第一个Saw阿道说对了答案 那就是看见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也表示看见吗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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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个Saw在这里用作名词 是锯子的意思 它是一种常见的切割工具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看到床底下有一把锯子 嘿嘿 因为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呀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Saw的知识点吧 想要记住Saw吗 让花小葵来为你出谋划策吧 Saw和Words是两个很像的单词 把它们的字母分别倒过来拼 就刚好能变成彼此哦 Saw是看见的意思 而Words则表示是 把它们联想在一起就可以变成 刚刚看见一个右箭头 走近一看是个左箭头 这样是不是好记多啦 过去的看见要用Saw来表达 大家可要记住啦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